一到假日 新二路上车潮相当多 车位更是一位难求 警方在现场管制 放上三角锥 排队车辆很有秩序 不过每到假日 新二路上的外车道 就被右转进入停车场 车辆直接占用 民众想要往新二路 根本无法右转 否则就会吃上罚单 可以看到我们的右侧的车道 全部都是我们停车场 进入的这个车辆平等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在主车的车道 它本来是磁线 所以变成了 我们在新二路的车辆 如果要右转新二路的话 基本上现在来说的话 全部都违规 金融知名的庙口夜市 每逢假日就会有许多的外地游客 附近新二路上的立体停车场 总会出现长长的车队 顺制会排到一二路上 后面车子 他去照你说你是违规了 你这个直走的怎么可以转过去违规 许多民众不满被开单 因此投诉 市任府人员和议员当地里长到场会刊 希望能够协调出解方 假日的时候就变成说是 我右边都是往那个停车场 然后左边的车道我要回信义区 我便只能绕一大圈 再靠一大圈才能回信义区 你假日右侧车道管制 那你左侧车道变成说 大家的驾驶人一定是右转回家 那变成说他也没办法右转回家 我们这边其实也有请停车场这边 有请一交出来帮忙职会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慢慢去了解 然后要怎么去做改善这样 经过研商 政府交通处在一二路上架设告示牌 让右侧车道弹性管制 而左侧车道开放右转 虽然之前被检举的罚单无法撤销 但未来也能够避免民众 因为违规右转挨罚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